大家好,又係我星星為大家職人吹水 早晨,早晨,大家好,一早有什麼搞作呢? 昨晚做了一個早餐做晚餐,網友真的好眼尼 為何晚上做一個早餐,早上就做一個午餐 剩了半包火腿和意粉,在冰箱找到什麼,做什麼呢? 目的都是把半罐的忌廉湯 做火腿芝士焗意粉 這個就是七八十年代 香港很多的茶餐廳,甚至大酒店都是名菜 反而現在就很少吃到 你出到大餐廳、大酒店吃一些卡邦尼意粉 火腿芝士是主角的,另一個主角是什麼呢? 有一點點,還有些奇妙湯,不用打個白汁 那讓火腿芝士更加昇華 買些什麼呢?買一些好看的洋蔥 怎樣做?用家庭主婦智慧 買日本洋蔥 基本上這三個洋蔥呢 平时的洋葱是三倍的价钱 先看看材料,有新鲜牛油,半罐忌链汤,两只芝士,可以用芝士片 但最重要是芝士粉,鸡蛋也是自己加上去 半包火腿,洋葱和意粉 第一步先开火,用慢火烧热直锅 用生铁锅也好,易结锅也好,慢慢烧热直锅 这边先煮一些滚水 适当是烧意粉,也要等水滚到炸炸的声音 才放意粉,我们也是很简单 把梅花烧烧热直锅 至于烧意粉烧多久,要看包装 减2分钟,我这只烧9-10分钟 我这只烧7分钟就可以了 这7分钟有什么要做呢 切半个洋葱 切半个洋葱 尽量切薄一点 让它容易出味 因为放了洋葱,汁会更香 二话不说,先放在锅上 然后放2滴油 然后放在锅上 让它慢慢煎一煎 洋葱 洋葱炒至继续,要切火腿丝 不要切得太幼 备用 然后切一点鲜牛油 让它更香浓 到这边,洋葱炒得有香味 牛油一开二 留一半,待会拌意粉 加入牛油之后 把鸡汁都放在锅上 然后把鸡汁都放在锅上 慢慢炖出来 如果想灌鸡汁更容易炖出来 开一个小孔 旁边的灌鸡刮出来 然后用鸡汁刮出来 然后用鸡油和洋葱 先把鸡汁推一推 保持慢火 再放入鸡汁 再加水 加多少呢? 大约一罐的鸡汁 放入鸡汁 然后开小火 不要大火 先搅拌一下鸡汁 然后再放些芝士 可以用一些芝士片 也可以用這些芝士刨絲 因為放在冰箱 炸到扁了 我現在用來做芝士汁 調味很簡單 放一點黑胡椒 放一點鹽 這個芝士汁 煮完之後,旁邊的意粉也可以 隨即放在旁邊的意粉 只需2分鐘買到芝士汁 開小火 慢慢煮 煮了2-3分鐘 讓它慢慢收稠的汁 旁邊還有少許滾水 不要浪費 先把雞蛋放進去 把雞蛋放進去 大約30秒 就關火 足夠30秒 就關火了 意粉大約煮了2分鐘 這個硬度就差不多了 現在就可以把火腿放進去 放了火腿之後 放大火 讓它煮滾 再收一收汁 收汁的同時 都要攪拌 如果大家用西式易潔鑊做 就會比較得心應手 這樣就可以了 現在收到差不多了 這樣就可以了 把所有意粉夾起 現在已經很想吃了 把意粉夾起之後 隨即拿起溫泉蛋 放在意粉中間 只有牛油 跟到蛋側面 把麵包倒進去 芝士粉 就… 均勻地 灌到筷子裡 就可以了 這個意粉 也不是太難做的 一般外國家庭 看到殼會很容易買到以上的材料 至于剩下半个洋葱 用保鲜纸包在冰箱里有蔬菜 都可以存放1-2天,保留皮 衣粉焗紧之际 有什么好做呢? 洗干净所有材料 生铁锅每次用完后,洗干净 放在冰箱里有多余的水份,烘干就可以了 生铁锅我用了这么多年,只用清水洗就可以了 一般这些易技锅都是用清水洗 洗完后放在冰箱里,烘干所有水份就可以了 当它干了后,可以塗一层油上去,再烧一会儿 一般新用的生铁锅的保养就是这样 这一只已经千锤百年了,有看我煮的都知道 这一只差不多十八九年了 干了之后,再放在冰箱里 这些电磁炉每次烹一条完 我都习惯把它抹一抹,这些炉旁的位置抹一抹 意粉又烤了七八分钟 微微烤到芝士粉有点净净的就可以了 至于你想吃香厚一点的,你就烤久一点 加多一点牛油和芝士粉上去,煮意粉的香味已经很足够了 这个版本,煮多一点汁,小朋友吃就会更加开心 至于这个温泉蛋,自己就配搭下去了 做这个汁不是太过难的 但大家要注意的是,那个咸度 你煮汁的时候,不要煮得太咸 最好第一次煮的时候,最后煮好后再加上咸味 因为芝士的咸度不同 火腿本身也有咸度 亦是会影响到汁 大家要注意这个东西便可以了 如果你喜欢这些简单烹淘的网友,请点赞我星星 喜欢吃《昔日情怀火腿芝士焗意粉》的网友 订阅《职人吹水》的频道 如果家里有小朋友,更加要加入我的频道会员 我先吃饭,下部影片再和大家分享,拜拜